歡迎回到第二節的股金鐘 先來回顧一下今日的市場表現 早前美國股市一開始已經走低 不過後期公佈的ISM製造業指數和建築支出報告都好過預期 所以刺激到股市反彈 但在收市前的一小時就有消息指 美國司法部長已經出來表示 就墨西哥灣內有事件對BP展開刑事及民事的調查 令市場再次租到拋售 以至三大股市今日最後都收低 其中因為BP再次失敗 拖累到能源類股的表現 而且油價亦都跌超過一元 令到油股上壓 例如BP今日再跌6.43元 而另一個漏油事故的主角TransOcean 亦都跌超過6元 連我們加拿大的Tech Resources 亦都因此遭受拖累 跌到33.95元收市 今早開市時跌了3分鐘 跌了98點的市場 接著市場就轉圈了 轉圈就是剛剛所說的兩個數據 一個就是construction spending的數字 升了2.7% 以及ISM的manufacturing數字 亦都比預期好 差了少許 只有59點多 都是一個相當漂亮的數據 即是說美國的經濟 仍然繼續增長 受到歐洲那邊影響 所以我看到整個市場 就是一直會這樣反彈 你由9點35分 一直升到到10點半鐘 那麽程度 市起發差不多接近170點 那麽緊要的 然後那次就10點半 然後打橫打橫打橫 沒有什麽去到哪裏 大概起到最高的時候 大概起到最高的時候 如果你看過advanced decline 上下的股數 仍然大概一手股票上 是有1.5手股票下的 變成市場一直不是好得去哪裏 然後你看看市場 有什麽股票起呢 那時候我看到蘋果做得最好 這次我聽到蘋果 到現時為止 賣了兩百萬部iPad 它賣得好的 蘋果起了八個人錢一股 我再看看其他沒什麽特別 金起了十幾元一盎司 Barracko起了過四個 百人錢一盎司 然後其他我完全看不到 有什麽特別 變成我看得到的市場 是相當相當窄覆的 然後一路到2點半 大概2點9左右 有個消息出來 就說這個Eric Holder 美國US的Attorney General 他下了 今早我們知道已經下了 墨西哥灣那裏 檢查一下 跟別人講一下 有什麽可以查BP的那些東西 怎麽知道2點九 都宣佈出來 用認識和民視來告BP 那BP根本一開波今天 已經碎了 因為我們上星期五 都知道那個 那個TopQ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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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裏 那今早一開市 那時候 如果你看我們今早節目 那天早上 星期五收市BP 四二個九豪半美金 那今早開始那時已經三十六個半 那然後呢 那今天曾經接近三十八的 那到後來呢 聽聽見那個Eric Holder 那來檢控他們呢 那變成就鼓勵再落 一跌到三十五元幾收市了 那不只是BP 所有在附近,所有的鑽油或深海鑽油 所有全部跟這個井沒有關係 全部中招今日平均 大部分的鑽油股跌成10% 除了美國股市之外,不得不提 我們身在加拿大講講講一下 加國的股市 資助Lasko Japan公佈業績 算是不過不失今資公佈的利潤上升了兩成超過 今日的人銅率股表現如何呢? 以後要看哪一隻 如果你說今天做得最好 就Bemo和Skosha兩隻做得最好 今天Wall Bank我見他整天都是跌 TD我見他跌 CIP整天都是跌 雖然說Skosha今天最高的時候 曾經起到上… 起了接近兩元一股 但後來收市市場弱 它就跌了一個多元錢 差不多 49.52收市 起了1.27元 這樣就變成Skosha的業績不過不失 不是特別好 不過不失 不過很多人都預料到 今早早 今天加拿大央行宣布加息 即是代表了 銀行的利潤將會減低 因為賺來賺去 其實它都是賺過散 如果當央行增加利率的時候 變相 其實銀行將來的利潤都會減低 如果萬一加拿大加幣稍微弱一點 應該對Skosha有利益 因為如果你看到有幾家 在外國有大生意 例如滿銀的Hellis Bank TD和Wall Bank 全美國有分佈 因為他們賺錢不多 變成加幣上落 對他們的利潤影響不大 但如果你看Skosha 在Central America賺錢多少 變成加幣強 就會降低利潤 這樣就會受影響 再來看看今天公佈了經濟數據 美國供應管理協會今天宣布 5月份ISM製造業指數降低到59.7 雖然低於4月份的數字 但仍然高於市場的平均預期 而且也繼續維持在牛熊分界線以上 其實這個數據 只可以說是不過不失 也不算是太好 因為已經顯示了製造業開始放緩 同時它站在50天相當高 差不多10點之外 現在再看暫時全世界的問題 就不是看美國本土 是看歐洲那邊 會否影響到美國這邊 還有最過的留意就是墨西哥灣 墨西哥灣那裡 會點到美國難部的經濟 那裡最重要 另外美國商務部公佈 4月份建築支出意外上升 其中商業地產建築支出的增長 較為樂觀 而住宅地產建築支出 亦都在政府補貼推動之下大幅上升 數據顯示 經過季節性因素調整之後 4月份的整體建築支出 按月上升2.7% 置合成為年率 即為8690億美元 建築支出第二次意外上升 亦都創下了2000年8月以來的最大升幅 但怎樣說都好 美國樓市的增長速度 始終都是令到投資者擔心 另外這次美國的建築支出報告 即使顯示上升 情況亦都不太樂觀 對啦 我對原本來說 不要碰到HOME BUILDER的股票 好了 另外美國司法部長Erik Holder 今天去到墨西哥灣沿岸進行視察 同時他都表示 已經就墨西哥灣流行事件 對BP展開了刑事和民事調查 亦都因爲這次事故 其實所有無論關不關這次事件 都好所有的轉油類股的公司 其實都因爲今次事件大受打擊 他們的股價已經跌了非常之多 譬如市值來說 大概已經損失了1934億美元 對啦 如果你看公司各個就是看BP Translution Camron 其實我想提到一間 你很多人沒有留意的是什麽呢 其實這個油者BP就是65% 有25% 現在歐拜另一間油公司 叫Anadarko Symbol APC Anadarko根本都跌得很厲害 然後Translution負責做轉油 另外這個油井有10% 歐拜這個Missouri的三井 就是日本這間2007年的一間 一個Oil Fund 它有10%油井 因為Missouri它不在市場做買賣 所以今天Anadarko和BP 以及Translution跌了 就超過10% 相當重要的 而今天這個時間問題 我可能會明早 我才給大家一個大分析 這個對整個轉油業 及油業影響大到幾乎 還有為何現在最近股市跌了這麽多 是這麽難反彈上來 就是這個原因 或者明早早上在財經新聞 再為大家分析 接下來廣告之後的嘉賓環節 我們將會請到政府執照破產選項師 胡雪貞小姐 順帶來我們解釋一下 現在最新加拿大的債務情況 千萬別錯過 兩分鐘之後回來再見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